因好奇心的趨勢之下 我就拿了第一口的毒品試 上癮的時候 我就要想辦法去賺錢買毒品食 沒有上班 我只是去做毒品冊家 二十一歲接觸黃色的事業 在夜總會做大班 做非法外圍賣的莊家 我心裡經常有一句說話 在問自己 就是文聰 究竟你的生命有什麼意義 小學是基督教小學 我記得我一輩子 最乖都是那個時期 傍晚收工 我就回教會 查經 晚上我就去夜總會吸毒 穆斯利我家探望 他說了一番說話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他說文聰 你不可以一隻腳走在光明 一隻腳走在黑暗 你這樣走不下去 你要脫離你現在的群體 當我越認識這個信仰的時候 我就越認識自己 我發覺我過往是一個很差的人 很狡猾的人 甚至是一個罪人 但是這個信仰給我有盼望 因為耶穌已經拯救了我 我服務濫藥這個群體 今年第六年 我經常形容自己的工作角色 是一個生命教育家 生命作榜樣的秘訣是跟隨耶穌 學校他的謙卑 放下自己 慈愛、憐憫 學習耶穌是我一生的功課 廣西電視 香港唯一一個24小時基督教電視台 在有線電視15台 NOW TV545台播放 ? 還可以在廣西網絡電視 和廣西電視App收睇 瘡西电视 张好信息 传篇全球华人